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已经替刘盈应了下来 明天去相亲 刘盈一听 头都大了 冲着她妈美好气的吼 妈 你怎么这样啊 你问过我没有就替我答应了 我现在还跟张辉在一起呢 让她知道了我俩还怎么处 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一提张辉 刘妈更打了炮仗似的火气更大 她爱处不处 不想处 趁早滚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她说话 你都没想想你多大了 你这么为她着想 倒是让她来娶你啊 刘盈烦不胜烦 没等她妈说完就挂了电话 提起结婚 她倒能理解她妈 要是以后她女儿找这样的男人 她也分分钟能爆炸 想到张辉的态度 她就一肚子火 她跟张辉在一起都三年了 可她总不提结婚的事 刘盈旁敲侧击提过几次 她不是转移话题 就是顾左右而言她 弄得刘盈也不好意思再提 她一个女孩子家 如果太主动 更多恨嫁似的 后来 她妈频频逼婚 她再也按捺不住 不再遮遮掩掩 跟张辉挑明 问什么时候结婚 张辉见躲不过 讨好地笑着说 她正在竞聘总监的职位 等坐上了这个位置 工资能涨一大截 到时候就结婚 可大半年过去 这个职位连影都没有 刘盈被她妈一顿狂轰乱炸 弄得瞬间清醒 竞聘总监更结婚矛盾吗 回到家 刘盈阴沉着脸 张辉给她说话 她也爱理不理 张辉不明就理 你这是怎么了 吃枪药了 刘盈瞟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妈让我明天去相亲 你说 我去不去 张辉揽过她的肩 嬉皮笑脸地说 去呀 凭什么不去 不比较 你怎么知道 你老公我有多帅 刘盈哭笑不得 心中的火气也散了不少 张辉这种油腔滑掉 又有几分颜值的人 确实为刘盈提供了不少情绪价值 当年 正是看上了她这点 刘盈才主动追的她 那时候 张辉刚和前女友分手 正处于感情控窗期 因此 她也不在意留营 各方面条件都很普通 没过多久 她们就在一起了 张辉又说 总监的职位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她现在不想因为结婚的事分心 单身 毕竟比已婚更有竞争优势 总坐上这个位置 她一定跟她一起见双方父母 商量结婚的事 到时候 工资能涨不少 两家父母凑钱买房子 自己还贷款也更有底气 提到房子 刘盈就泄气 张辉说的没错 若不趁现在年轻努力工作挣钱 到猴年马月也买不起房子 刚在一起时 他们租住在一个顶楼的老破小 一下雨就从窗缝 墙缝往里渗水 夏天热得密不透风 每天醒来都好像从汗蒸房出来一样 冬天又冷得像冰窖 每天晚上两个人抱在一起 互相取暖 后来条件好了一点 他们才换了个有空调 有暖气的小两居 生活环境是改善了不少 但钱包却有点不堪重负 关房租和各项费用 就要占他们工资的一大部分 本来想着过几年 两人共同出资付个首付 就可以结婚了 可看看搜搜上涨的房价 想想干扁的钱包 刘盈就有些气短 攒钱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 要不是母亲逼得紧 刘盈也不太在意 可经过母亲这么一敲打 她也有了危机感 自己都快三十岁了 如果不能跟张辉修成正果 对她是一种不小的消耗 但张辉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贫穷的婚姻经不起柴米油盐的考验 没钱没房子 即使结婚心里也不安稳 还是应该先以事业为重 有了经济基础 婚姻才会更和谐稳定 刘盈替张辉说了一大堆好话加保证 才让母亲打消了让她去相亲的决定 不过母亲下了最后通牒 最多到年底 不结婚也得先订婚 刘盈赶忙答应 张辉跟刘盈商量 房租马上到期了 为了开源节流 她建议退了这个小两居 租个毛坯房来住 能省下不少钱 刘盈一听就炸了 你想钱想疯了吧 毛坯房怎么住 没有家具家电不说 难不成我们租了人房子 还要给人家装修啊 张辉露出一丝皎洁的笑容 对 我们就是要给别人装修房子 张辉说 他在网上看上一套毛坯房 房主在外地工作 没有时间和精力装修房子 因此也租不出去 这套房子已闲置好几年了 房东愿意 以两千元一年的价格租给他 并且允许他做一些简单的装修 他跟房东商量好了 先签三年的租房协议 三年以后 房子的一切装修设备归房东所有 但张辉 享有房子的优先续租权 不过 房东要求了 装修材料 必须选择国标无污染的 这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 刘盈的脑袋都蒙了 他还从来没听说过 租毛批房 房客自己装修的 张辉给他算了一笔账 房租三年才六千 装修简单一点 瀑瀑地板 刷刷墙 最多四五万 家具家电买简单点 也花不了几个钱 关键是 房子不住了 他们还可以把这些东西搬走 根本不会吃亏 这样算下来 比一年花好几万租房子 便宜得多 而且 等他们自己买了房 也能积累不少装修经验不是 再有 如果他们一时买不起房子 或者买的房子不能及时交房 再租来的房子里结婚也不错 毕竟是自己牵手装修的 住起来也更舒心 刘盈想了想 还真是这个道理 于是 两个人当即拍板 租下这个毛坯房 张辉说 他最近工作忙 装修的事就由刘盈全权负责 刘盈出装修费用 其他的一切费用都由张辉负责 包括房租 家具家电 两个人的生活费等等 刘盈粗略算了算 他手里的钱正好够 不过以后 他有事需要用钱 就要指望张辉了 张辉笑着说 那当然 以后结了婚 我的不都是你的吗 刘盈自认为 是个自立自强的女孩 她工资虽然不高 但也不想被人轻看 因此 他们俩在一起的这几年 虽然张辉出的钱多点 但她也尽所能地贴补家用 张辉掏了房租钱 她就负责水电物业费 平时去外面吃个饭 看个电影 是张辉付钱 但她也会隔三差五地 给他买衣服 皮带 钱包什么的 钱上 她付出的是少了点 但家务 基本上都是她做的 张辉每天下班 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每天早上 都有干净整洁的衣服穿 这样一衡量 她觉得 自己并没有占张辉什么便宜 接下来 刘盈忙得跟陀螺似的 跑市场 找工人 真把这套房 当成自己的去忙活 房子装修好了 小两口高高兴兴地 搬进了新家 只等张辉的任命通知书下来 就着手 准备结婚的事 两周后 张辉家里打来电话 说爷爷病情加重 估计时间不多了 张辉从小是爷爷带大的 跟爷爷感情很深 赶紧带了刘盈 一同回家看望 张辉家虽然在一个小县城 但条件比刘盈家好不少 张富是公务员 张母自己做点小生意 谈不上富足 但笔下有余 张富说 爷爷最大的心愿 是能抱到重孙子 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但他还是希望 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老人的遗憾 张辉必须跟刘盈 尽快结婚 说不定 爷爷一高兴 还能多活些日子 张辉陡然变了脸色 小声嘀咕着说 他还没准备好 不想那么早结婚 张富急得拍桌子 早 你告诉我有多早 你都三十了 我三十岁的时候 你都上幼儿园了 刘盈神色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一个姑娘家 总不能在未来公公面前 说他早准备好了 要嫁给他儿子 是他儿子 一直拖着不肯接 但要他违心地 附和张辉 说不想结婚 他也做不到 张辉跟刘盈商量 为了让爷爷不留遗憾 他们可以不领证 也不通知刘盈的家人和朋友 就在老家 举办个小型的仪式 先把老人 哄高兴了再说 他竞争总监的职位 快成功了 要是大张旗鼓的结婚 势必要耗时耗力 竞争对手又虎视眈眈 他不想前功尽弃 刘盈的心沉了沉 说要跟家里商量一下 第二天 当着张富张母的面 刘盈说 他妈答应了 先不领证 但好歹也算嫁女儿 不能太草率 他家要十万元彩礼 张辉立马变了脸色 爷爷现在这个样子 正是花钱的时候 彩礼就不能等正式结婚的时候再提吗 张富的声音 铿锵有力 你懂什么 谁家的姑娘 会这样不明不白的嫁了 十万不多 先办事 以后 你们方便了再领证 隔天 张富就把十万元 打到了刘盈的卡上 刘盈没有通知娘家人 也没有通知一个朋友 在张辉的老家 举行了一个算不上婚礼的婚礼 半个月后 爷爷病逝 张辉和刘盈回去奔丧 丧事结束后 刘盈返回工作的城市 按照习俗 张辉要继续留在家里 守校到头七 回去后 刘盈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 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曾经寄予无限期望和心血的房子 在心里跟这段感情彻底割裂 两天后 张辉站在看不到一丝流盈痕迹的家里 茫然失措 沉思良久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气急败坏地找到流盈 你什么意思 想分手 直接提啊 想不到 你这么会算计 要了我家十万年的彩礼 屁都不放就走了 要想分手也行 把彩礼钱退回来 刘盈冷哼一声 我算计 要不是正好碰到你爷爷并非 我估计都被你算计的 连骨头都不剩 明明是你自己的房子 却骗我说是租的 让我出钱装修 然后 你在我装修好的房子里 搂着前女友 颠缆捣缝 这恶心事 你还真做得出来 张辉的苦心积虑被看穿 她恼怒地瞪着刘盈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张 曾经让刘盈 魂牵梦绕的脸 此刻变得奇丑无比 那天 在张辉家 刘盈半夜 起床找水喝 无意中 听见张富张母的对话 让迷迷登登的她 瞬间清醒 张富说 刘盈这孩子不错 趁这个机会 赶快让他们把婚结了 免得夜长梦多 张母的声音 那可不是 以前老说没房子 现在 家里帮她把房子买了 她还是拖着不结婚 我猜 是她还是放心不下 那个赵婷 听说 她离了婚 就动了别的心思 要是赵婷再找来 保不齐会出什么幺蛾子 刘盈的脑袋 像被雷击中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张辉家里 竟然给她买了房 而她 却故意瞒着她 还有那个赵婷 就是张辉的前女友 难道 她没有旧情复燃了 刘盈把事情前前后后 捋了一遍 终于明白 自己中了张辉的圈套 结结实实 被摆了一刀 张辉跟赵婷 重新温存上后 动了跟刘盈分手的念头 但她心疼这两年在刘盈身上花的钱 房租和生活费 加上她给她买的礼物 和丈夫张母给她的红包 如果就这么分手 她觉得自己太吃亏了 于是就像通过什么办法挽回点损失 她苦思冥想 终于租毛批房 骗刘盈出钱装修房子的阴谋 心弦出炉 她谋划着 等装修好房子 找个合适的时机 就提分手 但她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 家里会因为爷爷病重 逼她完婚 为了好脱身 她不得已 想出了只办婚礼 不领证的计策 当然 这些都是刘盈的猜测 她多么希望 这只是她的猜测啊 可冰冷的现实 把她的心 交了个透心粮 她千方百计 托人到小区物业 查了一下 房主的性命 正是张辉 而且她还打听到 张辉已经坐上了 总监的位置 工资涨了不少 房贷也已经开始还了 而这些 她都瞒着刘盈 趁张辉睡觉 她又在电脑上 登录了她的微信小号 和赵婷的聊天记录 暴露了一切 她是有多无耻 才会在消耗了她三年的青春 享受了她三年的照顾后 在甩开她的同时 还不忘狠狠踹上一脚 刘盈 无比悲哀地发现 她在张辉心里 一文不值 快步的人们都说 爱情中的男女 谁爱得深 谁就输了 刘盈想 大概从一开始 张辉就没有爱过她 只不过是骑驴找马 用她填补感情的空白罢了 这个冰冷残酷的现实 给了她醍醐灌顶般的警醒 也让她更加清醒 不再被虚假的感情所骗 因此她答应了结婚 并且要了十万元彩礼 感谢命运的契机 让她看穿了她的伎俩 在挽回损失的同时 能够抽身而去 若非如此 她猜张辉暂时 应该不会跟她提分手 而是会想方设法 从她手里 把这十万元抠出来 果然 即使已经分手了 张辉还是以 有转账记录为证 要求她返还十万元的彩礼 刘盈也没客气 她把装修房子时 买材料的单据 以及给工人转账的凭证 以及她和赵婷的聊天记录 一股脑都打包 发给了她 张辉气得脸都绿了 就算房子是你装修的 才花了六万多 还有三万多 加上 我给你买的礼物和首饰 还有我妈给你的红包 怎么着 也得还我五万 刘盈冷哼一声 那五万 就当是我这三年的赔税费 按次算 你还赚了呢 比流氓 比不要脸 谁不会啊 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 就是比流氓 更流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